这个就是升级之后的养花托盘 只有养花的人才知道它有多么的好用 你看这个就是老款的养花托盘 它是平面的 当花盆放在上面之后 浇水水分渗透进来 会把花盆给淹住 而新款升级的花盆托盘 里面加上了这样的垫高层的设计 并且是镂空的 这样既把花盆垫高了 而且还能够增加花盆底下的通风性 让根系的通风性更好 就不容易积水浪根 下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看一下 放上花盆之后呢 直接浇上水 当水分没过花盆之后 你看它里面的积水 会把整个花盆给淹起来 你看淹起来之后啊 花盆底部的透气孔和透水孔 全部都失去了功效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花有家里的花盆 种的花总容易浪根的原因嘛 再来试一下新款花盆 就没有这个问题 加水之后呢 它的水可以被这个垫高层给隔起来 花盆在上方依旧可以透气透水 这就保证了花盆里的根系的健康生长 那除此之外 这一次材质的升级呢 也是一大跳跃 原来的花盆托盘 你看轻松的可以弯折 材质是很软的 你再看看升级之后的花盆托盘 这坚硬无比 再听听声音 是非常沉闷的 很结实很结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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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